癌症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做 这个癌症的治疗是有人在研究 可是现在譬如说那个单柱抗体 就是有点类似 可是用单柱抗体来致癌 现在还不是那么特效 是有在做 那么现在一般人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以为说我拿到这个病毒 我就找我手去生产疫苗 然后上个疫苗做出来以后 达到人体就可以保护 可是我们来想想看 艾滋病一年会死到多少人 细形肝炎又是怎么样 你有艾滋病的病毒 也有现在病毒 已经做了二十几年 到现在都做不出来 而且你在人体产生抗体 不见得就是有保护作用 因为我们现在诊断细形肝炎 在诊断艾滋病 就是测量血中有抗体 那血中有抗体 一年大概还有四万到六万会死在 流行性感冒 那么你如果有用的话 为什么还会死人啊 对不对 对对对 我就搞不懂为什么 所以问题就在于 因为西型肝炎 艾滋病跟女性感冒 都是属于我们叫做RNA的病毒 RNA病毒它有个特点 就是善于突变 善于化妆 这就好像说今天你是警察 人家给你我的画像 我是通缉犯 那么你看到我的面孔 可是我一下子打扮成老太婆 我一下子变成女人 我一下子穿西装 又穿旗袍 你根本认不出来我 所以你说不到我 就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因为流感病 基本就是RNA 所以其实没有真正有效的 保护的疫苗 这个在两千零五年 美国的国立威省研究院 已经从统计学上下了一个结论 说过去大家认为这种疫苗 有保护是被夸大 所以大家不要期待疫苗 能够保护我们 是是是 所以潘老师我就要问你 然后因为所有的民众说 我到底要不要去打这个流感疫苗 到底要不要打这个疫苗 这个疫苗 如果说按照副作者讲说 因为他主要是RNA 然后变异性又很大很快的话 到底打疫苗有没有 因为我们有听到说 有人打流感而打死掉的 我们来看一下传统疫苗的部分 我们来看到 就是说 我们还是以这个是所谓的 那个H的部分 就是那个抛绳 可以侵入我们人体细胞的 这个主要工具 他如果是长这个样子呢 我们现在去研究一个疫苗 就是把这个H拿掉 就是刚好 都要很match的时候 可以把它拿掉 然后呢 这个就无法进入 可是万一我们讲说 H有16种 你如果做的是第一种 结果他来的是第二种 或是第15种的话 他长的 这个H长的是这个样子 他还是可以进入 我们的细胞 这也就是说 你的疫苗是要对症下药 才有用 你如果打错疫苗 虽然都是H的话 可是H有16种 你打错了 就当然没有用 但是现在正在研发有一种 这也很可能是美国说 如果疫情扩大 他很可能这种测试的药物 就通通都要拿来用了 他人体还没通过测试 万一真的严重 他通通要拿来用 他怎么做呢 他其实呢 就主要呢 是把这整个过程呢 他都好 你不管你这个H长什么样子 都没关系 你要进来就进来嘛 就像说你要抛绳子 你爱什么时候抛 抛多少都没关系 重点是里面这个东西 他用一个机制呢 把这里面的病毒去除掉 那么就算你这个病毒进来人体 他也对人体不会造成伤害 我再请教一下潘老师 现在整个疫苗的研制过程 是不是真的足够成熟 尤其是台湾的部分 大家现在说台湾到底有没有能力 可以生产这个新型的流感疫苗 你自己的看法 你问我到一个非常机密的问题 因为当时在SARS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的卫生署 就已经了解到就是说 如果真正有这种新型流感大流行的时候 要跟国外订购疫苗 他们一定有一个策略就是 我本国先给嘛 我不会先给你嘛 当然 那如果到时候你有钱买不到 那到时候国人产生严重的伤亡的时候 没有人敢负责嘛 所以当时就下定决心 就是说要拨钱下去做这个疫苗 所以后来在国卫院下面 成立一个疫苗中心 不是你现在所说的什么国光 什么那个不是 他另外又成立一个疫苗中心在做 拨了一大笔的钱在做 那另外有关药物的部分 在克流感部分 因为克流感技术一直拿在罗氏手上 那罗氏又不愿意把专利权释出来 这时候我们想说你不释之前 没关系 我先把这个制程先做出来 到时候我紧急授权 我管你的 你不让我就自己做了 我就授权了 所以当时也拨了一笔钱 就是让几个药厂去研究 就是说克流感的制程的问题 那这一些 这两个案子是不同的案子 一个是疫苗制作的案子 一个是药物制作的案子 那昨天大家都看到新闻 就说在治疗 在药物制程这个部分 听说是当时签收 验收的时候不确实 但这个东西 不是我讲的是 昨天新闻都爆出来的 这新闻各台都有 不是我讲的 所以如果假设这个药物验收不确实 显然就说 你钱花了 然后也验收了 结果到时候要做做不出来 那至于疫苗这个部分呢 因为新闻都还没出来 所以我也知道的很多 也不敢讲 我也不敢讲 但是我刚刚一开始节目的时候 就有讲过就是说呢 如果真的要依靠 我们自己制造的疫苗呢 我看这个几率是比较低的 还不如呢 跟国外来买会快一点 郑老师 我很同意那个潘老师的看法 因为其实现在 卫生署他们的策略是 请国家卫生院去制备的是20万剂 因为国家卫生院 他们拥有的设备 其实是一个pilot plan 就是一个先导的小工厂 所以他们用的是 其实是细胞培养的方法 所以那个只能够20万剂 而且是给这个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使用的 那真正的就是要满足我们全国 两千三百万同胞的疫苗的话 其实他们现在卫生署是希望委托国光生计去做 问题是国光生计 他们可能还是需要有国外的一些疫苗场的技术的授权 那其实我在两年前去访问Health Canada 就是加拿大的卫生部的时候 我就问他们过 他们的工厂其实如果做这个 当时是禽流感 他们其实他们就三个月 他们只要三个月的时间 他们就可以生产足够的这个疫苗 给他们全加拿大人使用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那三个月之后 你们在继续生产的时候给谁用 他们说就看谁需要 其他国家就可以来买 换句话说 我们是现在就应该下订单 他不会给你 因为H1N1是全新的一个病毒 他现在你制造病毒 刚刚我们陈教授 陈教授是我们的这个病毒的权威 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要生产之前 你要先去试它 所以他刚刚讲是三个月 是已经都OK了 下去做三个月 但是你前期在那个搞 你要搞三到六个月 你要做一些试验 因为你这个疫苗 刚刚已经讲到就是 不能够让人类产生问题 你不要打下去人都出事 所以安全性有效性 要在前头评估 等到确定没有问题的时候 下去生产是三个月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跟我要我没有 那你现在要我说几月几号给你 我也不会答应你 如果我一个国家 我怎么可能先答应你 我自己国家都救不完了 我还给你 所以你下订单 我会告诉你是说 你下订单我知道了 等到我国家的人都OK了 我会货会会给你 但是我绝对不可能说 在我国家没有货的时候 我把货出给你 那绝无可能 绝无可能 不可能有国家这样做 不可能 台湾就面对两难 一个到底是不是 我们要再把更多资源 放在国内自制疫苗 或者是说另外一方面 去跟另外的国家说 他们国家救完之后来救我们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台湾有没有能力 制造这些新流感的疫苗 以及整个流程 第一个 当然要先取得病毒株 这一定是要卫生署 去跟人家沟通 现在WHO跟美国 都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病毒株了 第二个呢 刚刚陈老师也谈到说 国外有先导工厂 有两条生产线 这主要是针对之前的禽流感 以及肠病毒七十一型 换句话说 大家想说这两条生产线 马上换一下 如果我们有可以的话 就制造这个新型的流感疫苗 就可以 当然就不容易 可是另外说 这两条生产线 如果不够的话 包括国防生技 以及军医局 国防部的军医局 大概都可能有能力生产 不过我们强调还是可能 科流感的药物 目前大概可能有中化 永日跟神龙 这三个民间药厂 可能有制造的能力 这应该是有了 不过这个量到底是多少 还不晓得 之后才要细胞培养 制成量产 然后三个月 这个是这个三个月 不是说从今天算 三个月后 而是说这整个都成熟了 你不可能第一道防线 已经被打破 还有第二道第三道 我们看起来 我们下期再见